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五的頭條新聞 我和你做的叫頭條新聞 有些人經常說 我和你做的就在吹水居多 其實是真的 其實是真相 我否認 你看你喝酒來做 我剛才在港台做的頭條新聞 基本上都不是頭條新聞 是自己吹水的頭條新聞 後來頭條新聞成為頭條新聞 所以希望各位觀眾體諒 我和超雲組真的吹水居多 軟性一點 平日你們都這麼硬 你和Gary做都硬 另外不同風格 和Gary做又不同風格 和軒仔做又不同風格 和常公子做 就不用風格 沒有風格 所以經常被人罵 我們開始今天的頭條新聞 是風格新聞 是好 第一件事我想知道 我就知道你想說 Mission impossible 第七集 是呀 為什麼呢 有些電影非常具爭議性 一說出來 真的 朋友都不能做 全部在那裡吵架 是 我朋友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攝影師 大家一班人坐在那裡說 那部電影 我看了 Mission impossible 七有二分一 im七有二分一 上集 沒錯 死亡清雪 片長兩小時四十八分鐘 這個攝影師呢 就年紀大 我一兩年左右 嗯 但是並無老態 因為長期都工作 作戰狀態 他說 那個 什麼 叫做工隊七 都不知道那個什麼 哈哈 都太不明白 是 在那裡假的死 悶到不堪 為什麼這樣說 那些呢 年輕幾歲呢 阿桑 你是不是懂得看啊 你是不是在大陸拍戲 拍得久 嘔吵了啊 update不到 沒有了國際視野 就是吵架 或者我就看不明白 不知道做什麼 很差 懸下之意 那就是 朋友之間 大家吃飯 就是 有些火花 聊聊天 當然好 但是為了這部電影 吵架也挺有趣的 我們經常吵架 吵完又沒事 那些戲 大家就是 反正關門 任什麼都行 手無還飛 那我就昨天去看了 你真的看了 看了 那我的評語就沒有這麼極端 那我就說 這些這樣的戲 就好像 阿根廷對法國那樣 那樣好看 緊張而不精彩 決賽就是 萬成對萬聯 那樣 就是杯賽 因為杯賽大家很謹慎 不是世界杯 因為杯賽 世界杯決賽都是 緊張而不精彩 就算是 我們以前小時候 最精精的那個 西德對荷蘭兩大球王決戰 比根巴華對奧魯夫 都是緊張而不精彩 那我覺得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不好看 不會不好看 因為他本身都是 粒粒巨星 就是阿比根巴華 控一控腳 踢踢的球 都已經好看了 倒露了走位 那你又有美斯 又斯丹 就是下場 他也是好看 但是他不精彩 你所有 你沒有驚喜 我覺得 《 mission impossible 7》 又二分一 是真的沒有驚喜 最重要最重要我覺得 大哥 你這個劇本是不是 是AI寫的 通過所有大數據 統計了所有一至六集中最精彩 最多觀眾認為好看的場面 你就將它全部放下去 因為大數據說最好看的那些 再重複一次 我覺得它是將所有最好看的場面 全部放下去 比如第一場 老實說 在沙沫沙塵埗裡去追殺 有一集在杜拜 湯姆褲被人跟蹤 遇到沙塵埗 已經拍過一次了 那次有新鮮感 你在杜拜 又拍 還可以開槍追殺 老大 都封沙滾滾 追什麼鬼殺都認不到 沙塵滾滾 然後 有一些飛車 老實說 飛車 上一集已經絕響了 在巴黎 湯姆褲開著電單車 真人上陣 已經絕響 你近期那些什麼 湯姆褲的飛車 都是很正 狂一時速飛車都很正 你真的都不及湯姆褲 即是MI6那個 開著電單車 真人上陣 但我想再說一次 你經常說沒有私資 但我那天都跟雲公子說 你這麼肯定 開著電單車 和飛速的跳傘那個 真的是去本人 他說去本人 但是飛得也不好看 你聽我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複雜 他有兩個替身跟他一樣 但是他像一個梳子 但很短 飛出去很短 另外他跑步那個梳子 他有一集在上海周莊拍 也是拍湯姆褲跑的 但那一集有出過 又好看 你這集又這樣跑又這樣跑 又是沒有驚喜 OK 還有現在你拍跑步那些有DJI 即是很容易拍 不像以前 即是尼高尚拍Shining 史丹尼靠布尼克叫攝影師 揹著五十幾磅 百幾磅的攝影師 那部機器這樣跟跟拍很可憐 現在你 常公車你開著那部DJI 這樣拍已經 已經 已經 不會動了 好厲害 好厲害 那那個真人真 講到那個真人真是跳電單車 飛上去 有一個梳落 然後拍到空中的面 我什麼都不說 我只是說 四十年前 成龍拍A計劃 他有個鏡頭 在一個鐘樓扯著旗 一個梳落打下來 那時候我和他一起 說了Sorry Board 在一個寫字樓 家王 我寫字樓 畫了Story Board 要這樣拍 這樣打下來 剛剛那個下午 周文懷帶了一個外國電影雜誌的記者 來採訪家王 看完家王的片創 就進來成龍的創作室 他就叫成龍解釋這些Story Board 是說什麼 成龍就告訴他 我真的要被人追追追追追追到上去 尖沙子的鐘樓頂 因為我拉著那條針 打下來 一個梳落 碰碰碰 碰碰 碰 嘩 那個記者 很棒 真的沒有替身 我就是自己的替身 真的 嘆為觀止 很期待這個鏡頭 後來 臨走了 周文懷 Wayman Child 當著記者跟成龍說 你這樣打下來是很危險的 還不用替身 還不分創 會很傷亡 萬一出了意外 損失很慘重 成龍說不行 我一定要這樣做 我女官說 周文懷就說了一句英文 她說 Jacky Movie is magic 電影不過是魔術 其實你無需要這樣做 當然成龍堅持要這樣做 一搭下來就一搭成名 以後每一搭都要搭 警察故事就要飛身去 抱著那條永安商場那條 射下來 跟著警察故事 在斜坡上射下來 兩個武士 這麼穿的玻璃出 跟著那些紅番區 什麼穿的對面樓 她說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這麼拼命 因為我們沒有CG 我們沒有特技 那時候連Key的藍板 我們都沒有 我唯有用個血肉支驅 證明我們香港特技人 是用我們的肉體 去做出這樣的效果 荷里沃著笑 這個世界上有CG 你這麼辛苦幹什麼 阿羅弗洛去外國拍 被人笑 阿羅弗洛說 阿羅弗洛 This is not Hong Kong 現在都不是香港 不用這麼做 但是他們是分分轉頭 是的 我們很羨慕別人有CG 有CG就好啦 那沒辦法 你窮 用血肉支驅 像光門螞蟻那樣 心口碎大石 稅給人看 希望你入場看 你沒有CG 你沒有錢做的嘛 你40年之後 你Tom Cruise 我就真真想證 我跳出懸崖那裡 就是 講完了 完 完 你自己怎麼想 你自己演繹了 沒錯 就是這樣就是完 就是你先肯定快光 你倆購買這東西 那就完 �ô 沒有辦法啦 因為CG多那些 harsh 但是你今年六十多歲 那就是要賺他的 那真的真是真的 Hof legit 這個 那个Missure Musible 7有二分一 老实说真的一点都不精彩 你说紧不紧张好不看 基本上都好看 但是加了票价 两小时四十几分钟 都看得挺辛苦 以外有腰椎盘本的症候群来说 不如一小时坐得太久 但是他都是有吸引力的 那么剧本来说就多长多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 认识一下认识出来很长啊 老实说一小时或者两小时 拍不完就分两集 人家Fast and Ferris都是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 哈利波特都是这样 这个问题经常都是这样 当那部电影 认识了二十个场面很正 可以拍两集的时候 那就拖留大事 人家说不行我的态度这么长 斩这样 那你就斩了最没那么精的 就是斩了最精的那些留在这里 就是我们写剧本 最流行的导演说 喂超人你不断写不断想 你不要想我拍多少多长 你不要来我啦 你拍长了我可以改 你写长可以改 你写短我两两个 难道我帮你想起来吗 你这么长就写这么长 我就写这么长 劈去ark 就是浓缩不断的 出现大 wok 嘩,上公子,我們讀得這麼正?三個小時,那怎麼辦? 不如開二了,開兩集 開兩集,那就不捨得啪,不捨得什麼都放下去,那就不夠精,就沉不好看 我不知道他是否寫基本上,因為很正啊,拍六個小時都可以啊 這樣就拍六個小時,他不知道你咳咳咳了之後,你給三個小時,我看兩集變一集,其實是好看很多 尤其是那幾場紋氣,悶到媽媽都不認得,我最不喜歡就是他的動作場面 他那個女士打動作裡面,上兩集在監獄裡面,第一次出這個女動作演員 嘩,怎麼同樣打,很好看,但是這次就愚蠢 你動作片最近怎樣怎樣打動作,現在是21世紀,就要逼打 在上一集,在廁所打已經是經典,就是逼打,因為你不夠打,你想走 現代的動作就是,你要走的,你離開安全,就是合常,不夠打就走 走不動,被人打得很慘,被人打得很慘,爆光,然後你就打到死,死而復生 好像在廁所那場戲就這樣打,你根本就不夠打,你被人打得很慘 你根本就不夠打,你被人打得很慘,走就走不了,那就有氣了 你想什麼,你現在兩個女演員在一條橋跟一個反派打 那個一個反派,這樣責命馬打嗎?你以為劉家梁師傅嗎? 打完之後,接著那個跌倒了,第二個又來,女主角又來,把劍拿出來 哇大哥,七劍夏天山嗎?現在,你那個戲都不對,你間諜 你幹嘛在橋那裡打武功,被人打?那那邊湯公司又和另一個女反派 又打在一條巷那裡打,走啦,你明白嗎?你走不了在那條巷那裡被人打,有個氣才在 你又不夠打,又被人打,又被人死而復,就是負傷去打 那個氣,你不可以這樣,啊,來啊,打,喂,女代之後波擊,那個氣都不對 就是我個人意見,我覺得真的,那個氣的處理呢,真是差,就是因為他有兩閘 打完這個就打這個,其實的處理都相當,老實講,我不敢說難看 但是你對比第六閘,第六閘真的很堅,堅過龍,堅過龍 票房也說給我們知道,現在在美國的票房都是不好的 都是可能會蝕錢的,最近幾套大戲,譬如,奪寶騎兵啊,閃電俠 都是連接二連三蝕錢的,死定了,希望接下來的澳本海蜜 和Barbie這一席,就是他去荷里活,好像Marvel那樣的 是很糟糕,要拍劇場,有得拍就拍Spoterman,又拍Crash,那個閃電俠 閃電俠,我都覺得是糟糕了,那你不斷拍到沒有為止,哇,你真的都 一集就這樣拍下去,他認為都,因為我拍你就看了,他現在,他 我覺得他反映在他的政治層面,都是這樣,大美國主義 我現在就要跟你談,中國,你談不談,不談,那頭又說跟你談 又要你買國債,然後又封殺你,他就是這樣,你現在拍你就看,你不敢不看 媽虎我拍到九都來,復仇一聯盟,MI我拍到七有二分一,你都要看,看死你 其中一個項目,有個評論員說得很對,我說,為什麼美國又要求中國,但是又打人我們中國 你真是當我們沒有了,靈都不如,那個評論員呢,他真是厲害,因為我看不起你 我純公知你是我的靈,我根本看不起你,我就答你,答完就要跟他談 當然,你已經在興建了,你已經在興建了,不是他,他是覺得一條靈 美國佬拜登,他四十幾年又從政,我看著你中國起飛,我就看不起你 我不覺得有什麼用,所以我一路砌你,就一路要你跟我談 我覺得,一來就說,你夠膽不看,我就這樣拍,你都要看,就是,怎麼會就索性不看 為什麼他們這麼誠意看不起人呢,也有關係的,我昨天看了一個資料很有趣的 他就說,空軍,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整個空軍有幾多架飛機,包括所有戰鬥機,諸如角量 原來呢,我們中國,現在整個,整個,整個,整個空軍呢,中共有三千多架戰鬥機 加上其他那些,國內的,可以戰鬥用的,飛行器,加上其他三千多架 那麼呢,應該是排在世界上,第三至四位,排第一就不用說 因為美國佬,第一就是美國,但問題,你先聽著我講,你的美國有多少架 美國是一萬三千架,他是凌駕了中國是一萬架飛機,戰鬥機 好了,不要講航空母艦,再不要講海軍,那他為什麼成一靈氣逼人呢 就是一樣的,因為他手持世界上最大的暴力,這個是真的 你看,飛機都差一萬架,一萬架就好 你夠膽不用我的美元嗎,你夠膽不聽話,飛行班怎麼也不聽話 那你就隨便說,你現在三千多架,你到一萬架,他就開始看你了 他真的不用看你,因為他最惡的 沒有的,因為他從小看到你大,他在磁面色裡面都是,中國 看著他,穿著開浪褲來跟我談,什麼來的 拜登去從政日子那麼長,年輕的人都說,中國原來很厲害 有支付寶的,有阿里巴巴的,即他年輕的人可能還有些印象 但是你拜登那些,他真的還停留在80年代 80年代,80年代,你還要來中國,你順利害怕他,看著他大,穿著開浪褲 我們都不懂用敏屎,在那裡用什麼,怕,他真的不怕你 你不要說他,為什麼一路空我們,一路有跟我們談,因為他看不起你 還有,提醒一下澳本海脈,我們很慘的,我昨天早就去看澳本海脈 看早場,誰知道去到那裡取消了一場戲,不是沒有人看 是戲院的放電機忽然間壞了 你也知道我第一時間捧場的戲,你很厲害 早上9點15分,去到門口,他說壞了攝影機,那一刻震撼 那一刻震撼真的,還比原生扔下來 中伏,我看這個,伏,伏,你不伏了,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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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盡快我都會保體的,那現在還有一樣東西 關於澳本開脈都挺有趣的,我們經常說政治審查未必上到的 這部戲是講明,為甚麼呢,這部戲是講得明的 因為他是講完之間法名,當然是我們中國份 還未知上不上到 但是有一個國家在審查 你猜是誰 英國? 日本 怕他們國民 不可以 因為它是原子彈 所以你牽涉到 動到毛的 日本也要審查 但這個戲是 是英國片還是美國片 美國片 但最重要是它是釘原子彈 現在日本也未必是上到的 現在最有興趣的是 我寫澳本海脈 很討厭你用什麼觀點去寫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 我很想聽 通常說 扔原子彈的Fatboy 戰鬥機師後悔 做原子彈的愛因斯坦 理論都覺得後悔 所有人都覺得 其實不需要 用原子彈去 我和你講了很多次 發明無所謂 你真是扔下去 你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 我照歷史講 你那時候 追完足足原子彈 是有理由的 因為希特拉最重要 你不可以被納稅 德國 做到 這個是合情合理 我想它裡面都會表達 我看過一些 澳本海脈的說話 他沒有想過你用 你做了出來 你不要扔到廣東和長崎 你做了出來 你最慘的是 你的平民 你不是說我 我扔到那些士兵 就扔到天王宮 你是不是要扔戰 或者你 是不是戰場 我想這個是問題 很大爭議 你扔到東京 你那時候最大的敵人 東京 你扔到廣東和長崎 兩個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 死十幾萬人 其實是可以不扔的 因為它已經開始尾聲 尾聲的 他們已經是神陸突警隊 已經自殺式 包圍了你日本本土 是登陸的 其實不需要扔 當然 日本陸軍 或者海軍也都有責任 他們還沒有投降 震蝕 是的 他怕呢 在日本打本島巷戰的時候 美軍和盟軍損傷很慘重 如果你在日本本土打的時候 你扔下去就馬上投降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個重拖複射力 是重 就是說 其實可以不扔的 遲些慢慢處理 拖一點時間 都可以停戰的 但是扔的當然快一點 就是等於現在 日本 將福島的輻射水 流放到日本海 其實可以不放的 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可以不放的 你都擺了十年了 十年了 要擺放下去 但是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但脫了爛之後 後遺症又怎樣呢 不想的了 真的不知道了 海底死的心 我又不知道 他沒有錢去處理這十幾萬噸 原來都要花很多錢 我不知道怎樣去理解這幾件事 我有幾件事是不明白的 第一月是排了合併 為什麼你覺得沒有 為什麼你覺得沒有 喂 就是你 我們爆屎他 把水 出去外面街 自己都知道 什麼事 正如為什麼要擲個原子彈去港島 現在看回 我都看很多歷史書 我都是不明白 其實是不需要擲的 現在很多本歷史書都說 這個決定是 就是那個叫做靈寬拉的合併 每個人都想打開來看 好了好了 我覺得太多了 我們第一單新聞 喂 書展舉行了 是 開始了 今年我們沒有份 沒有什麼搞 你有沒有什麼朋友 參加書展 今年有一位朋友去出新書 但是我想說 今年很逆步 我真的很蠢蠢欲動 我想去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去看過 什麼講作 是 今年有三個作家 我很想聽他的講作 其中一個 我看見書展舉的講作 我才撲出去 一個就是 有個內地作家叫做陳春成 是 就是許子東發掘出來 許子東就研究 中國現代五四文學 到現代文學 那些 有研究一下張愛玲 又說一下五四那些 我覺得他寫得幾毫 用一個新的觀點 他講回五四的新聞學 他就推薦了 今年他自己做主持 推薦了一個 中國的新進作家 叫陳春成 陳春成 我出了一本書 短片小說集 叫《夜晚的潛水艇》 是 陳春成這個《夜晚的潛水艇》 我馬上買來看 嘩 我覺得 厲害 真是中國文學 一個新巨星 是 但只是出了一本書 嘩 那他寫什麼呢 他是把中國的古典 和外國的魔幻 是融合得很好 嗯 那他 譬如他第一篇《夜晚的潛水艇》 是說什麼呢 他說 有一個附翁 他從來都不看書 有一天 他拿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說 是波爾赫斯的新詩 波爾赫斯的《夜晚的潛水艇》 很厲害 那首新詩就說 他把一個硬幣 在太平洋 在太平洋 當他橫渡太平洋的時候 就丟了下海 嗯 然後新詩就說 以後我們有兩個命運 處理起來了 一個命運就是講那個水 那個蚊子跌到太平洋底 而另一個命運就是我的命運 我的命運就是 兩條線 我就去了歐洲那邊走 那兩條命運線就是交叉 人身裡面就交叉了 這樣 那副中看出很感動 他就說 我沒多久 波爾赫斯死了 那副中就說 發了答 他說 我想找回波爾赫斯 當年在太平洋 丟了一個大人去 他去了哪裡 他就資助了一隊潛水隊 他們去考古的 你幫我找 順便找吧 那多少錢 沒所謂 照給錢 你連連向我回報 那當年就找不到 他說不緊要 找不到 我這個行動 只不過是為 向波爾赫斯致敬的 那他後來死了之後 孫女 他就看回去 就是那些潛水隊 給那些片子去看 我們找的時候都很艱辛 曾經試過那次潛水艇 被困在山湖礁裡面 不動得 幾乎會全軍庫沒死 但幸好遠方有隻潛水艇過過來 發炮射了山湖礁 讓他們脫險 然後兩艘潛水艇就不見了 失了聯絡 很感動 那部事就完了 接著作者就 第一人申請就說 他自小就很喜歡幻想 他經常幻想自己 職人要當他傻的 好像思覺失調 自閉症 但他覺得他很喜歡幻想 幻想到那個 讀書成績很差 他幻想自己的客廳 好像一個潛水艇的操控室裡面 那裡幻想 連爸爸媽媽都不知道 等爸爸媽媽睡了之後 我就這樣幻想 他說原來幻想成為事實 有一次我幻想到一個潛水艇 下了深海 見到另一個潛水艇 我發炮將它救了出來 當然我說得非常差 我很絕裂 完全表達不到那個小說 精彩之著的一萬分之一 但是他說什麼 一個人的創造力 幻想力 還有很多幻想做出來的事情 是忘記 是遺忘了 所以許智東很包掌 他這個短編小說集就說 他是寫出一種想像 收藏 收藏與忘記 即是幻想與忘記 有些東西不需要存在 忘記了 他整個美學是說收藏 一些失落了的東西 不見了的東西 怎樣在地球另一邊裡面 其實可能出現了 影響了一個雨震 嗯 我們看小說 看文學看了很多年 這個真是很新 但因為它很多是用中國文學的古典呼應的 那些只是說波爾哈斯 但其實它裡面很多都是說中國古典文學 其中有一篇 叫做成… 不知是叫做成… 不知是叫做成… 是說作家成傳 他是說一個很差的 即是那個作家說 他有個寫書包很喜歡寫東西的 那麼寫的東西很差的 在那些縣那些雜誌裡面 就是燈的 寫一些風景啊 很溫的 那樣 後來在Facebook裡面 一連見到他的Facebook 他沒有寫 但是寫了一篇 好似回憶裡面的小說 他去看看 他就說 那個寫書伯就說 他一天去做夢 有個神仙跟他說 他說 常公子 現在你這麼喜歡寫東西 你想不想寫出 最偉大的世界文學 想想想 我現在給你一支筆 可以讓你寫到 你平生認為最精彩 最偉大的文學 你可以寫出來的 你要不要 他當然要 但是有個條件 就是你所寫的文學 是沒有人看得到的 你寫不寫 他就說寫 寫 他就寫 以前的眼睛寫 哇 很厲害 你比馬爾克斯 你比普魯斯特厲害 你比普魯斯特厲害 但是當他寫出去給編輯Sir 編輯Sir說 你貼了線 你寫我兇的檔案給我 幹什麼 我說了 是很偉大的文學 驚動宇宙 但是沒有人看得到 很厲害 但是他說 都不要緊 希望我自己滿足 每天天放工回來就寫寫寫寫 每天天放工回來寫寫 真正的 人家看不到也算了 那麼最後 她那個 作者就 回鄉 找回那個小叔爸 找不到 找到大的兒子 常叔叔在那裡 前兩年死了 你有沒有看過Facebook他有一段經歷 我爸爸臨死那十年很奇怪 他下班之後又不理人 他不斷寫 是不斷寫 有一次他回了班 我偷給他房間看他寫什麼 他說原來那十幾本筆記 全部都是空白的 而我爸爸瘋了 很厲害 就是這樣 即是說 他寫一些東西叫做 忘記 遺忘 即是說有些東西可以 全世界都忘記 可以不存在 但其實存在過 是最偉大存在過 但可以沒有人知道 只要你知 很厲害 但他有很多的 他就說註見 這個就是 夢不生花 沈傑說 夢不生花說 人人說沈傑 因為夢裡人給了一支筆 他就夢不生花 後來人家收回一支筆 他的肛囊才盡 這個典故 他說錯 他的作者是理解 他拿了一支筆之後 其實他繼續寫 不過所寫的東西是沒有人看到的 其實那支筆是繼續寫很偉大的 那些東西是寫給個宇宙 即是那個宇宙是接軌的 即是你所做的東西 一個人你所做的東西 你可以偉大地和宇宙一起 不過很多東西是藏在自己的心裏 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做過這些事情 我那次問過 大師側問過 他說你寫的東西不用給別人看 他說可以不收錢 那大師問你說 那你目標是甚麼 希望提名諾貝爾 那大師是侄 他問他 那你真是有目的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他說他真的有目的 你都未至於寫東西去到無遺 你都想拿諾貝爾 你是不想拿錢 即所有寫的人都說 我可以不為錢寫 但你都要說諾貝爾 但你可不可以寫的東西之後 我真的沒有人看到 我都不介意 我自己覺得行 吹啊 好厲害 你這個作者叫甚麼 陳春誠 陳春誠 那我真的很想看他的講座 那我覺得我推薦 那寫了一本 哪個成是有沒有討意 成功的成本 成功的成本 我花了三個時間就看完 我覺得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 很厲害 你做一個創作人 你都是不求問達於諸侯 就是你有時 你道府都是說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之 你都希望千古之後有人知道 就是 許智東的批評 他寫的文章批評寫得多好 他說他好像司馬遷一樣 我寫了《史記》之後 藏著名山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 看到會殺狗我 司馬遷之後你一看都會殺狗我 我就藏著名山 但是他都要說 最後他都要說 什麼成功 什麼千古 就是在千年之後 都希望有人看到 我現在暫時藏著名山 就是說 所有寫的人 你在某一刻你都希望收藏了 算了沒人知道 一看了會沒有了 但是一萬年之後 可能都有個滋陰 就是你都想人家 就是他又很矛盾 你是可以不想讓別人看 但是你都只是想有一個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很安心 我們創作人 我明白 我明白你說的 為什麼沒有人喜歡我這個東西 我過日 另外一篇《驚慧天人》 他用科幻小說去寫名字 叫做《紅樓夢的麗薩》 我真的不說了 如果你說紅樓夢,那個故事發生在4075年,即是四千年之後,紅樓夢失傳了 他捉了一個人,在二百年前冬眠了,據說他看了紅樓夢,跟著弄一張寫,他寫了 你可不可以將你記得紅樓夢默翻牆,說不可以,我不可以記得 他說不可以,有一隻藥打下去,好像影印那樣,你可以默寫出來 他說不可以默寫,但你一班人又來毀滅紅樓夢,所以他用科幻小說去寫這個故事 即是我們創作人,會很喜歡的,還有我們讀中文,比較古典一點,不用那麼西方 古典和西方的魔幻,是結合得很好,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都要服 你看完整晚都不用睡,那些中文寫得非常好 其實中國近代的小說家,也有很多很出色的人 老實說,我也看過很多人,莫言都很好看 其實並非這麼簡單 另外今年來書展有一個叫馬波勇,因為他唱少少說很精彩 寫長安十月時辰 最新的那本《兩經十四日》,《兩經十五日》就是寫《兩經明朝》 他連顯微鏡下的《明朝》是評論的,都拍了電視劇 《兩經十四日》就做了《武堂劇》,就是高智森的到月 在《明朝》有兩個《兩經》,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 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如果北京不行,就回來南京 就是兩個陪刀 那究竟… 一批荔枝上長安 有個小官來接著這個任命 他就是研究 怎樣可以三日之內 可以去到長安 那些荔枝是不壞 給多楊貴妃吃的 哇,又寫得很精彩 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現代的中國文學 其實很厲害的 但是就,很多時候就是 可能,我想這個門檻就是 很多時候你要看簡體戰 不是那麼多做了繁體 希望去更加 多繁體的版 有台灣出版社幫我出 不過遲些少少 你知道金馬獎 剛剛拿了誰拿金馬獎嗎 金馬獎 最佳劇情片 大象隻地移座 之前出國的了 最佳劇情片 那個導演很可憐 嗯,很可憐 其實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書展你也會去 我又去,贏嘅 我未必有時間去 那我會買陳春誠 一定買的了 一定要買的 我覺得很厲害 真的是充滿希望 說到中美外交來講 我又想你看一下的意見 基辛格就訪問 竟然很多人都覺得 一百歲 我很震撼 一百歲飛去北京 很厲害 為何會這麼嚴重 很多人說是否中美打仗 打到一百歲的老人家 不行 我都出來勸勸 首先講一下基辛格 基辛格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在尼克森和中國破兵的年代 已經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時的國務卿 其實中美之間的破兵 周恩來和尼克森 基辛格一手去推動 你眨眼 基辛格 現在接近一百歲 九十幾歲 最近就以中國朋友的身份 現在很多人以中國朋友的身份來訪問中國 早前有Bill Gage 現在基辛格 我不知道他來有什麼特別目的 因為他都來過中國一百次 作為一個朋友 偶爾來探望老朋友 也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是有些事情 但是他有些事情 因為一百歲 他在王毅順路 去北京 探望他老人家 有時候他們說 老人家想來探望你 我八一來探望你 八一你不要受不起 你都九十幾歲 不要喝氣差池 我去土瓜環探望你 因為你不敢 有什麼事情發生 就好像氣球一樣 糟糕 只可以說基辛格厲害 九十幾歲還飛來北京 你不要理他做什麼了 探老朋友也好 現在是超越探老朋友 很明顯就是他希望 中美之間的關係 可以有所改善 因為之前 可能他已經發現了 大家有很多 誤判對方的一些 我看到這個標題挺有趣的 基辛格希望 今次和習主席開完會之後 有基辛格的智慧和尼克遜的勇氣 即是我基辛格做了一條招 給你尼克遜 你都要沙坡去做的 你都要夠坡去做 所以你習主席都不得怠慢 都要去 應該的 因為基辛格早年就非常受歡迎 但是去到後期 當中國崛起了的時候 在美國國內也有很多人 攻擊基辛格 就是不外乎也是那樣 就是你 養大了我們最大的敵人 很多人就這樣 因為去美國的國內 很多人對基辛格都不滿意 但是基辛格 我欣賞的一件事 無論是五十年前到今天 他都由始至終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立場 他都是覺得 中國美國是應該要走在一起 因為這兩個國家 因為中國的人口是非常龐大 而且這兩個國家 因為中國崛起了 你真的看到 他是有能力 可以在世界上擔多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特色 你壓制他 或者他一窮二霸 是啊 真的 但是十幾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時基辛格的年代 十億人 即是八億人 現在他已經看到 這個國家始終是會站起來 是的 即是叫高瞻遠足 即是不要經常說 什麼美國扶起我 你剛才說什麼 開朗庫的問題 說真的 沒有美國都要崛起 不慘 現在美國之人 但是現在就是基辛格 就有問題 大家不要誤判對方 因為現在拆槍走火 就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你美國佬大部分群眾都很愚昧 即是我有些 我不是這麼樂觀 因為我看到那些執政的人實在太愚昧 愚昧到怎樣 譬如最近我們在Youtube都看到 三藩市西雅圖那些地方 不是那些什麼 芬太尼 全街都是喪屍 那你就做了一個叫做寧元寇的犯罪 如果那些偷涉罪不超過950元美元 有些說不夠1000元美元 就不用仇理當無罪 這些這樣的法例 因為他們審不切 拉不切 做不切 這些法例都可以通過 我不懂的 那我覺得政府真的有幾乎 還有一件事 他說這個是中國輸入的 那些分泰例 但是你沒有理由 你打劫950元美元之下 他們說是沒有罪 搞到現在我的朋友 住在西雅圖三藩市那邊 就說他們現在都不敢出街 沒有東西賣 那些Wallmark 全線的藥房 全國性的全部關門 即是你又把那件事 就拉到中國 那如果真是中國 那你終於知道什麼叫鴉片戰爭 終於知道 中國供應原材料 那大家禁讀 你毒品氣氾濫 是不是長期一個 每個國家的問題 你美國尤其嚴重 那你自己放心 你當年都不覺得鴉片是毒害我們中國人 是精神科藥物 你以養物的身份 不斷輸入鴉片給我們中國 不要說你了 所以他愚昧 為何那些民眾這麼愚昧 那些執政者 算了吧 你有沒有聽過 美國有七成人是不護照的 哦 出國的 美國是不出國的嘛 還有他看的新聞都是local news 哦 我看的那本書是教人創意的 其中他說 其中一個人很成功的就是搞報紙 搞報紙他跟人家說 搞報紙只有三個字而已 local news local news local news 你不要說這些 國際新聞 美國人是不看的 還有現在說來講去我們所謂 我們接觸的所謂美國的世界 其實都是說紐約三藩子 東西兩岸 幾個很文明的城市而已 你看到的美劇 你看到的電影 喂 他很大的 美國 還有很多中部很多地方 很多是一些愚昧落後的地方 那當然 中國都有 世界上到的地方都有 香港都有 但是 有一句說話說得好 我們去看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到一些表象 或者別人給我們看到一些表象 真相是什麼呢 其實不知道 像你說的 七成人沒有護照的國家 我就想不到 他們不出國的 就是那個世界就是那裡 當然他們夠大 但是你想想都幾厲害 因為我們香港不可能 我們香港是九成人有護照 九成人會離開 其實你也不可以用我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 是的 那麼基辛格 作為一個差不多一百歲的老人 還來中國滑船 我自己非常欣賞 還有我說過一次 就是 他是一路下來 都是堅持他的原則 其實 可以這兩個大國 中國和美國 是可以創造雙贏局面 在一個帶領這個地球 走得更好 其實穿夠空間 雙贏 有空間的 我希望 就是 兩國的領導人 有 或者兩個民眾 也有那類的智慧 是 我們說錯了 不是接近一百歲 是一百歲 是一百歲 真是堅持到老人 哇 就是有些感動 真的感動 如果習主席接見了他 真是很厲害 都有一些佩服佩服佩服 欣賞 就是這樣說 我一百歲為何要走過來 我講一句 美國人 堅堅在這些地方 就是 你九點半起身去看澳本海民 我這麼喜歡 我都起不了身 大佬 一百歲不驚 一百歲起到身 真的見到老人 我都祝福基辛格 祝福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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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 記得去書展 陳春誠 陳春誠 大家看到他的書 不妨買 《夜晚的潛水》 高度評價 我覺得高度評價 是的 到時就記得去捧場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